政府決定2025年5月1日取消強斥金對沖安排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本台節目講清講楚 說重新檢視有沒有需要設立專項儲蓄戶口 強制僱主公款 他不認為會變相鼓勵僱主不存錢 你一定要法定交稅 你一定要想那個方法 怎樣可以交到這一筆稅款 況且要僱主在沒有對沖的情況下 去支付遣散費、長復金 在過往都是這樣的 不會有的了 我們做取消強斥金對沖安排 第一步一定要就是時間 現在行政長官講得很清楚 法例我已經通過了 所以一定在2025年5月1日 決定取消強斥金對沖安排